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這次我要用我自己的樂團 米星星樂團的歌曲離開這樣的生活 為大家介紹一下吉鼓的部分 在做了吉他的彈奏以及貝斯的模仿了以後 那麼接著我就想說 那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夠加一些鼓組的效果 首先我就會想一下如果我是一個鼓手的話 這一首歌的節奏應該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麼我要怎麼打這一首歌的鼓組節奏 首先在主歌的部分 它是兩個小節一個循環的節奏 第一個小節 一二三四 第二個小節主要會在第四拍加一個負點拍 第二個拍點的位置加一個大鼓 一二三四 所以加起來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接著只是在主歌這個部分呢 它的情緒是比較低一點的 它沒有情緒沒有那麼高漲 所以我不會使用這個小鼓的部分 我會把小鼓的部分移來我們常見的打板的動作 讓它的整個節奏感稍微偏向輕一點點這個樣子 所以再看一次它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最後再加上我們的彈奏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第一個小節第一個和弦 第二個和弦 注意這邊就會有兩個大鼓 接著第三個和弦 後面兩個拍子 後面兩個拍子 比較注意的是第四個拍子 它會同時彈奏第三條弦 然後以及打板的動作 這個動作有點難 可能需要練一下 再看一次這個和弦 所以把它接起來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在副歌的段落當中 我就會開始把小鼓移來這個地方 那麼基本上節奏是一樣的 那只是右手不是彈奏指法 而是用刷弦的部分 所以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加上我們的和弦 所以你會基本上看到 我們只是將右手改變成刷法 然後以及做打板的動作 左手基本上一樣還是按這些 它原本應該有的一些變化 所以全部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在橋段的部分 會有兩種彈奏 會有兩種彈奏 第一個是基本的節奏長這個樣子 第二個是在第四個小節的時候 會有一個第四拍的一個負點拍的變化 長這個樣子 接著在第八個還有第九個小節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彈奏 所以一個小節一個小節彈給你們看 就會長這個樣子 下一個小節 接著重複 重複 接著在第四個小節 會有一個 第四拍負點拍的變化 然後接著又重複 接著換和弦 接著 接著在第八個小節還有第九個小節的 和弦彈奏長這個樣子 第九個小節